带给大家的歌曲是苏瑞老师的牵手 因为哭过你的苦 所以关心着你的快乐 悲伤着你的被祝福 也许牵了手的手 来生不一定好走 也许有了半的路 没有随人可回头 不好意思 太紧张了 是有一个样的感觉 你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唱错音 然后在那边扭了一下 最可爱的 你是唱歌 我觉得你先不说吧 你歌词也记错很多 不是这么唱吧 变幻音收播 我觉得你的声音还是很入麦克风的 对 你不认为刚开始听起来很好 现在来说是你比较打手的歌 唱一下多少好了 人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虽然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 一丝丝轻易 挺好的声音一直很统一 你如果能把音准再修正一点 把节奏再弄我一点的人唱得非常好 还需要更加努力一下 我觉得更投入一点 更投入一点 有些时候就不会很紧张 当你不紧张的情况下 你歌词都是从心里出来的 不会是想我要唱什么词儿了 我觉得我挺同意理清的观念 就是你在唱歌的时候 我觉得又不是很自信吧 所以你会受到外面的影响 就比如说我们苹果学上 稍微有点反应 你立刻就不自信表现出来了 你如果真的很投入的话 就是我们比如说 谁突然倒闭在你面前 你正常把歌吵完 这也不到歌 这个我们还可以打个120 我觉得这个跟后面的选手 也是这个道理吧 你还是要把自己的东西唱出来 你就不要管别人的反应 你觉得你是投入的 那就表现出最好的自己就好 你还有几个 好谢谢你 谢谢 谢谢